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四十四课 这是Lesson 44 Patterns of Culture 文化的模式 这篇文章有一定难度 这个首先我们打开教材 在258页 请跟老师读一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好 动作快捷 258页 Read after me 跟我念 Commonplace Commonplace Aberant Aberant 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这么读也对 再来遍 Abe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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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发音都可以 再往后走 Trivial Trivial Predominant Predominant Manif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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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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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re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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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a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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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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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umb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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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 Preliminary Preminary Pre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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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er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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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versial Cactus Cactus Termite Termite Nebula Nebula Varant Varant Barbaran Barbaran Pagan Pagan Sophistication Sophistication Premise Premise Supernatural Supernatural 好 这是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按照老规矩 咱们先看看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词汇 第一个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显著的 主要的或者多数的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Predominant Predominant 先看看这个词的英文解释 什么意思呢 表示 More noticeable Or important Or larger in number Than others 就比其他的东西呢 更加引人注意的 更加重要的 或者数量更多的 所以这显著的 主要的 或者多数的 表示这个含义 都可以用Predominant 咱们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Research forms the predominant part of my job 我的工作中呢 主要的内容都是做研究 就研究构成了我工作的主要的部分 比其他的都要更重要一些 主要做研究工作 再比如说 Dancers have a predominant role in this performance 在这个演出之中 那么跳舞的人 那么跳舞的 占到了主要的角色 是重要的 最显眼的这么一个角色 主要的 显眼的 多数的 用Predominant 这个词同时呢 可以同时记住它的同根词 也同样很常见 就是动词 大声先读一遍 Predominate Predominate 还是继承了刚才形容词的几个意思 可以表示占多数 或者最重要 或者最显著 比其他的都重要 比其他都显著 咱们也看例子 In older age groups Women predominate Because men tend to die younger 在年纪更大的 在年龄组里面 女人往往占到多数 为什么呢 因为男的 这个倾向于 就往往死得更早 这占多数 Predominate 就是他们更显眼呗 一看都是老太太 跳舞的 又有几个老头 基本死差不多了 大概这么一说吧 就这么一个含义 再比如说 Private interest was not allowed to Predominate over the public good The good就是利益的意思 那么私人的利益 不被允许能够比公共利益更重要 就是公众利益要高于私人利益 这个意思 Predominate 这是它的动词形式 名词形式就更好记了 就是多数或者优势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Predominance Predominance 就是表示多数或者是优势 你比如说 Predominance of boys in the class 在班里男生占优势 占多数 那就是男生更多 Britain's naval predominance 就是英国海军上的优势 这是表示多数或优势 就好了 就是形容词 Predominant 动词Predominate means predominance 就好了 这个词看一看 有另外一个原因是 它有词根 就是DOM 那么这三个字幕放在一块 往往表示统治 Rule跟这个相关 也好多词有这个评写 比如说 大家更熟悉的Dominate 可以表示统治 支配 或者跟Predominate 类似 表示占优势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Dominate 对吧 还有它的形容词形式 最重要的 或者叫占支配地位的 还是跟统治相关吗 大声读一下 Dominate Dominate 最重要的 或者占支配地位的 跟这个Predominate 也类似 还有呢 我们名词是Domination 表示统治 或者支配 大声在读一下 Domination Domination 但是没有Predomination 这个词 还有Dominate 表示统治 管辖 或者表示领土 或者版图 都是跟统治相关吗 对吧 大声读一下 Dominate Dominate 统治 管辖 或者某国的领土 或者版图 都可以用它 同志跟统治相关 还在本文中 Predominate Pred是before 提前就把它统治住了 所以占多数 最重要 最显著 我提前都是我的了 只不过加个PRE嘛 Predominate 就是显著的主要的 和多数形式 名词Predominate 多数和优势 就好了 都是跟DOM相关 可以一块记住 好 第一个词 哥老师 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 有责任的 有义务的 必须履行的 或者表示现任的 都行 跟老师大声诺一遍 Incumbent Incumbent 好 咱们先看第一个词 就是本文中的 有责任的 有义务的 或必须做的 就是necessary as part of somebody's duty 所谓某人的 义务中的一部分 必须去做的 其搭配 Incumbent 加on 或者upon somebody 就是这个人 应该这么做 这个责任在他身上 对吧 看例子 It is incumbent upon all users of this equipment 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 safety procedure 就是所有的这个设备的用使用者 用户 都有责任干嘛呢 让自己熟悉安全使用规则 安全使用规范流程 否则的话 这容易出事故 这是他们的责任 有责任的 本文中也是用于这个搭配 这个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同样常见 叫什么呢 叫做现任的 having an official position 他现在有一个职务 就是现任的什么什么 我们经常用于 第一 Incumbent president 现任总统 就类似于the current president 现在在任上的这个总统 这两个含义 为什么动用一个评写呢 它来自于一个字根 这字根很有趣 就是cumb 它比如slight down 躺下 躺在那 有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缩写成cub 也废不住 有时没有的m 但更多是cumb 表示躺下 你看这个incumbent 里面就有这个cumb 躺下 这前面叫in呢 叫into 躺在了里边了 躺在里边 就是有责任 有义务必须去做 你就在这个地方躺着嘛 这是你的应该做的事儿嘛 你躺在里边了 你的义务应该这么做 躺在里边呢 是不是现任的 他躺在这个位置上了 他站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现任 躺在里边 还有呢 incumbent 这个词表示妨碍或者阻碍 是个书面语 这个in也相当于in在里边 躺在里边 可以表示妨碍或阻碍 对吧 我们要通过 它躺在里边 不让我们过去 妨碍或阻碍 我们再读一下 incumbent incumbent 妨碍或阻碍 对吧 还有一个形容词 叫做笨重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cumbensome cumbensome 就是笨重的 这个some 一般做形容词后缀 躺在那儿 跟死狗一样不动 动起来特别费劲 笨重的嘛 cumbensome 好理解 还有像concubine 这con叫together cub 我们说了 是cumb的一个变形 也是躺 躺在一块 这是什么呢 妾 一太太 小老婆 在一个床上睡 躺在一块 我们再读一下 concubine concubine 就是妾 一太太或小老婆 就是音符多气质的里边 这么一个 还有你像sacum sacum 讲过这个b不发音了 比如什么呢 屈从或者服从 这更好记了 为什么呢 sub 只不过这里suc 是sub的变形 意思一样 suc跟它一样的 就是ender 躺在底下了 它躺在你下边了 是不是屈从或服从 躺下了 五体投地了 屈从与服从与 躺在底下 可以这么说 还有像recumbent 表示躺着的 为什么呢 re可以表示back 往后躺下去了 做形容词 躺着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ecumbent recumbent 好 这个词看在这 是有一些重要词根的同根词 可以同时记住 好 这个词把它记住 下面咱们再看看仙人掌这个词 为什么这次看呢 来自于拉丁文 单复出变化比较讨厌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actus 这是一个拉丁文 来自于拉丁文的一个用语单词 它的复数比较讨厌 复数是吧 us变成i 我们大声读一下 cacti cacti cactus变成cacti 本文中用的是这个复数 它有另外一个复数叫cactuses 但是不如cacti常见 这个可以总结 好多用us写尾的拉丁文 都是变成i 这么一个 咱们看几个常见的 你像刺激或刺激物 大声读一下 stimulus 是不是同个动词叫stimulate 当然是吧 再读一下复数 stimuli stimuli 也是放在i这个声音 刺激物 起到刺激作用的这个东西 再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 这个杆菌 就是什么练球杆菌 铺的杆菌 什么大肠杆菌的杆菌 这种细菌 我们大声读一下 bacillus bacillus 复数变成 我们读一下 bacilli bacilli 当然并不是下台那个大官 但发音有点像 还有一个校友 大家都认识 我们大声读一下 alumnus alumnus 读复数 alumni alumni 这是范指校友 或者专指男校友都行 女校友是哪个词 咱们一会儿就会说 所以这个词记住 单复数特殊的变化 这个词 看到这就可以了 下面再看一看 星云这个词 咱们看它 也是因为它是拉丁文 单复数 很讨厌 我们大声读一下 nebula nebula 叫做星云 先看什么叫星云呢 有个星云大师 这个那是两回事 他表示 a mass of gas and dust among the stars which often appears as a bright cloud in the sky at night 他说 a mass 表示一大片的气体 或者是灰尘 在恒星之间的 经常在夜空中看到 是像个亮亮的一团云彩一样 叫做星云 就恒星之间这一大段云团 叫星云 它的复数很讨厌 nebula 变成nebula 在后面加一个字母e 把a变成ae 这也是拉丁文 这个单复数特殊变化 我们大声分别读一下 nebula 再多复数 nebula a 不是加s 而是加一个字母e 好几个跟它类似的 你像幼虫 咱们见过吧 幼虫小虫串 分别读一下单数 larva larvee 后面加字母e 变成e 长音 还有校友 这是女校友 刚才alumnus 变成alumni 是男女不分的 或者专职男校友 这个专职女校友 大声了 alumna 再多复数 alumni 也是由ae变成ae 这几个比较特殊 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就好了 好 这个词 可老师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主要是复习 就是看看野蛮人 或者派生意叫没有教养的人 大声来读一下 barbarian barian 野蛮人 它的本意就是那些 原始的野蛮的那些什么 就是a member of a group of people from a very different country or culture that is considered to be less socially advanced and more violent than your own 野蛮人 就是来自于一群人 来自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文化中的 这种人中的一个 那么他们被认为是怎么呢 在社会方面并不是太先进的 并且比你自己的这个文化要落后 而且要暴力的 这种人叫野蛮人 蛮族 比如说 barbarian invasions of the fifth century 在公元五世纪野蛮人的入侵 蛮人野蛮人叫barbarian 但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 我们同一个文化里的那些没有教养的家伙 做比喻也可以用它 就是没有教养的人 也是barbarian 表示a person with little education who has no interest in art and culture 就是一个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他们对艺术啊 对文化没有兴趣 就跟野人差不多 没有教养的人 那他未必是其他什么部落里的人 比如说how can you call those barbarians your friends 你怎么能把这些没有教养的家伙 看作是当作是你的朋友呢 这是纯纯没文化的人 就没文化的人 没有教养的人 叫barbarian 也可以用它 那么他的形式形式 野蛮的 有两个拼携形式 都很常见 完全一样 我们分别读一下 barbarous 再读第二个 barbaric barbaric 叫做野蛮的 野蛮的 都行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barbarous treatment of these prisoners of war 在战争期间的战俘 就战争期间被抓到战俘 对战俘的野蛮的对待 野蛮的对待 就是越代战俘了 这么来说 我们在复习 咱们在当时讲 define这个动词是这样的笔句 叫做 it's a devastating and barbaric act that defies all comprehension define还记得吗 使什么成为不可能 他说这是一个破坏性的和野蛮的行径 怎么样呢 完全无法理解 完全超出了理解能力 完全无法理解 这barbaric 跟barbarous 完全可以提换 这是野蛮的 反义 当然是文明的 我们当时再读一遍 civilized 完美反义词 咱们看例子 such things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happen in a civilized society 在文明社会 这种事不应该被允许发生 这是文明的 那么野蛮的名词形式 跟civilized是相对应的 就是这个词 大声我们读下 barbarism barbarism 野蛮 这个例句咱们见过 做复兴 the terrorist attack was condemned as an act of barbarism and cowardice 这次恐怖袭击 被谴责为是野蛮和懦弱的刑警 这个野蛮叫barbarism 野蛮 这个句子咱们见过 反义词就是文明 我们再读一遍吧 civilization 文明 可数不可数都行 表示具体的文明是可数的 我们再回顾见过的例句 each civilization is born it culminates and it decays decay 怎么讲过 腐烂派生意叫衰落 每一个文明会诞生 它会达到鼎盛时期 最后会衰落衰败 跟一个人身体一样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个词 culminate culminate 达到鼎盛 巅峰这个状态 好 这是这个单词 可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就是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比较复杂的这个 这个意思 就很复杂 我们大师先读一遍吧 sophistication sophistication 我们在阅读中看到的时候 一般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 一般表示机器 或者移气仪表 什么高级 复杂 先进 或者指人呢 在社会生活中 老练 事故 圆融 或者指一个人 聪明 有经验 理解 能力强 都可以用 sophistication 咱们就分别 一个一个来看一看 第一个意思表示 如果指一个机器 或者一个方法 the sophistication 是表示它这么一个 属性或特征 怎么样呢 比其他的 更为先进 更为复杂 就直接说高级 复杂 或先进 一般指机器 或者某个方法 高级 复杂 先进 比如说 sophistication of modern machines there is little that cannot be successfully washed at home 那么 given 咱们以前说过 可以翻译成考虑道 当解释来用 考虑道 当代机器的这个高级 它的复杂先进 我们说 在家里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 这个 它不可能被 成功地洗干净的 什么洗碗机 什么 扫地机器 考虑道 当代机器的 这个先进复杂 sophistication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指人了 表示 the quality of being comfortable in social situations and knowing about culture fashion and other matters that are considered socially important 就指人了 我们看什么意思 这样一个属性或特征 它在社会场景中 场合之中 觉得很舒适 不会局促 不安的 腼腆的 不会 这个 聪明自若 这么一个状态 并且它知道 有关文化 时尚 而且其他 在社会里面 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就跟别人有的谈 坎坎人谈 谈时尚 谈文化 这说明人老练世故 叫sophistication 我们也是看例子 she spoke simply and directly without sophistication 这女孩的讲话 非常的单纯 而且非常的直白 缺乏老练世故 就说话有时候不中听 我们听来别扭 说明这个 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young too simple 这是缺乏老年事故 第三个也是指人 它未必是社会上来 指什么意思呢 the quality of being intelligent and knowing a lot so that 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complicated situations 就是这个属性 聪明知道很多的知识 因此你能够理解复杂的情况 聪明有经验有知识 理解立强 比如说 computer users with a high degree of sophistication 就是计算机的一些用户 怎么样 有高度的理解力 他们很容易把计算机 能够玩得转 就这么一个 三个意思 都可以有sophistication 那么相应的 它的形式形式 也继承三个意思 咱们过一遍 大声先读一遍 sophistication sophisticated 那么第一个意思 还是指of machine device or method 比如机器设备或者方法 more advanced or complex than others 比其他的先进复杂 就是高级的复杂的先进 也是分别看一些例子 sophisticated modern weapons 高级的当代的武器 先进复杂 对吧 或者bees use on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any insect bees就是蜜蜂 蜜蜂使用在任何昆虫之中 在交流系统中最最复杂先进的这种交流系统 蜜蜂之间交流是复杂先进的 这个方法或者机械设备高级的复杂先进 第二个意思 继承了刚才这个意思 表示人 老练的事物的 you're comfortable in social situations and knows about cultural fashion and other matters that are considered socially important 跟刚才一样 继承了这个意思 直播 磁性非常凶促 咱们也看例子 He was older than me and from London and I thought him very sophisticated 这个人年纪比我大 而且从伦敦来的 我认为他比我老练世故多了 年纪大有经验 大城市来的见过世面 我老练世故 而我在社交场和局促 这个勉腆害羞 人家坎坷而谈 这个并不像我这个图样图生坡 是这么一样 最后一个再过一遍 表示有经验的 聪明的理解理想 跟刚才一样 聪明的值得很多 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复杂的东西 看个例子就好了 Consumers are getting more sophisticated and more demanding 现在的消费者已经正在变得越来越 有经验越来越聪明了 比它越来越苛刻了 就是从要求更高了 这是我们看到 Sophistication 三个意思 再过一遍 第一个表示 机器设备和方法 先进复杂高级 第二表示 人老练世故在社会上吃得开 第三个表示 聪明知识中理解理想 形容此继承了这三个意思 好 四十四个 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词汇 先把它掌握住 其他的一些稍微简单词汇 咱们一会儿在课文中 再详细来钻研 好 四十四课的单词部分 跟老师学到这里